创办于2014年的国立东华大学 东华角落艺术节 悄悄的已经来到了第10年 今年以十字入口为主题 英文make a right turn 说明像是来到人生的十字入口 该向左还是向右 由创作者们决定下一步的方向 必以走遍东华集点活动 鼓励师生走遍东华校园 寻找摆放在各校园角落的作品 探寻校园之美 由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教授田明璋带领 学生自主性投入策展与活动规划 创办于2014年的东华角落艺术节 悄悄来到第10年 今年以十字入口为主题 且判着由创作者们决定下一步的方向 29日在艺术学院穿堂举行开幕茶会 规模虽小 但校长院长等贵宾都出席 给予学生支持和鼓励 都持续十年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角落艺术节 真的是跨域 这个跨域跨我们八大学院的理由 也跨我们全校的场域 每个角落可以拥到艺术 从创过者来讲 我讲这真的是激发全校读学里面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就在思考很短期 后来是因为系上很错漫的课程 就要是要请我老师推荐 要不要进到课程 所以在第八底就进到课程 然后我们也实际上做轰轰烈烈做 这些第八前 飞也很大 在这边几乎把这整个课程都在开幕 但是两年后我又发现 好像第五不太适合在课程 因为因为这个你看 你看到这些课程其实一设系的只有一位 其他都是来自各系 就发现说真的需要这个课程 专业 十字入口在一决间变成城市里我们四年间无价的经历 十字也品约呼应者在艺术节东华也悄悄地来到了不时明的阶段 是否原则一样来到西方洋华 那我们相信艺术品自由的形式去务力 创造是全是这个透明创造的 那这一次我们角落艺术节的反馈 就非常荣幸的说 我们可以来跟大家一同建策我们这个工化历史 以及每位不同的同学他们的想象力 创造力 艺术力 以及大家未来的课程 指导教授田明璋表示 十年过程起起伏伏 角落艺术节历经转型也成融入课程 期盼为艺术节重新找到适合的定位 而第十届艺术节 邀请艺术家钟晓琪带领民众进行绘画创作工作方 另外策划走遍东华集点活动 鼓励师生走遍东华校园 寻找摆放在各校园角落的作品 直接起展出至12月31日 邀请师生民众探访校园之美 记者长帮宴说风箱报导